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个研究中心 花了四年时间调查了十个团体提供的数据之后 本周公布了一份报告指出 中共骇客正在攻击 关注中国的人权团体 公民研究室致力于研究网络攻击 多伦多大学研究网络攻击的加拿大公民研究室 本周公布了一份报告指出 中共黑客正在用间谍技术手段 对付在加拿大的有关中国的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家 这些团体缺乏资源来抵御入侵面临很大风险 报告指出对藏人维吾尔人和一些信仰团体 如法轮功等的恶意软件攻击 追溯到至少2002年前 该报告称 又使受害者打开带病毒的附件 是黑客叫成功的一招 比复杂的技术更管用 公民研究室认为 政府应该提供金钱和技术支持 让这些非政府组织能获得安全 其实央视2011年7月17号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 网络风暴来了 已经透露出中共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 研发的网络攻击系统 向法轮功网站进行攻击 公安部门也曾向海外法轮功网站进行攻击 中共学党对法轮功网站的黑客攻击行为 实际上是把这种对法轮功网站的迫害 升到了海外 对国外的公民造成了威胁 向了加拿大政府一直有报告 今年7月 加拿大政府指控中共黑客进入加拿大最高科研机构 NRC揭取情报 总理哈珀在最近访问北京时 还向习近平提出了网络见谜问题 新唐人记者周立敏沃太华报道